DQ的第二局上半场地图是永眠镇 这里的话张地图是JHS选的选的挺好的 这样的话搬掉余生的破轮 然后余生这边打邦邦的话也没那么舒服 他第二局有邦邦的话 他不是特别愿意打雕刻 所以说这边余生还是掏出了邦邦 自己还是得看熟练手 余生的话估计就带个传送 这刀阵容带了个闪 带了个闪 带了个闪的话就奔着宝瓶去了 因为不带传的话 他前期如果遇到一个画家 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你追还是不追 你追了下来两幅画 对吧 你不追 那你这边慢慢绕点 你带了个是个 看到先知了 那不一样了 好吧 这找到先知呢 这个局我觉得余生还是挺舒服的 应该是奔着宝瓶真胜去了 就这边的话呢 最怕的什么呢 前期就是遇到画家 遇到空军都比遇到画家好 遇到空军你在枪一逼 对吧 击倒了以后 他也是个白板 遇到画家 击倒可能还行 但是他到时候被救下来以后 比如空军将枪救下来以后 他两幅画你就很尴尬 这边是来防一手 好 下来落地 直接炸 能炸到吗 没炸到 没炸到 往前 绕 先知这边可能要顶鸟了 顶鸟的话 这边炸弹能不能破掉这个鸟 往回绕 往回绕 打 这里的话先知的走位还不错 没有给到余生任何的机会 闪现过来追一刀 开技能 然后一颗遥克雷收走 这个局的关键核心点 就看这颗遥控雷 这个遥控雷打得到 余生平局有 这颗遥控雷如果炸不到 那这 还没遥控雷呢 这边两连雷就带走了 外面接近三台机 接近三台机 这三台机对余生来讲 想要真胜 只有穷者来救的时候 打双倒都不够 打双倒都不够 他这边的话要打一个 救不下来 他是能翻盘取胜的 打双倒 求生者都有机会能盘平 打双倒 求生者都有机会能盘平 这边的话 我估计求生者可能会卖掉 要么压死救一波 反正优秘这边肯定没有想办法 没有想法想想那个卡半救了 他们留比较多的道具 去跟余生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也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更加稳一点 你来救 对吧 余生那边就怕你不救 我真希望你救两波 你救两波 我两波双倒我翻盘了 对吧 你不来救我这个局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赢 这也是帮帮现在的一个尴尬之处 就是他的主动权是捏在就是这个 求生者手上面的 特别是这种前期抓人不是那么快的情况下 这边空军找6万吨卡视野 优兵的话应该是过去补自己刚才的遗产 看一下优兵补遗产 然后空军这边的话是翻一个窗加个速拉点 但这样拉过去的话又要带到优兵这边 空军说结果结果结果我只是路过而已 第二颗炸弹能补上吗 没补上 这边找角度啊 要交枪了 要交枪了 这地方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枪点 漂亮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可以去遮挡这一枪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好的交枪点 那么这样的一轮牵制之后 对于穷者来讲就三人开门战差不多是拿下了 能拿了 然后看能不能盘一个多跑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天赋余生是没有带挽留的 所以说他想要打多抓的剧本 只能是就是在密码机亮之前击倒一个人 然后追出去打 那个逼那个傭兵来救 然后呢 傭兵还救不下来才可以 这个相对来说 我觉得难度高了一点啊 这边哎哎哎 他得往回走 我们看这边往哪哪里挂 画家的话 这边往画家方向挂 去压画家的机子 还是说往优秘那边挂去压优秘的机子 优秘手上面三护臂带我搏命的 那这边是画家这边 放出来 然后追着傭兵打 这就是刚刚我讲的剧本 唯一首剧本 在密码机没有好之前 这边如果说 对吧 连丢三颗炸弹 对吧 两颗炸弹连雷 中一下 然后呢这边遥控雷中一下 再你过来救的时候 再你过来的时候 我这边再炸一下 然后一刀 密码机没亮 余生能翻盘 但可能性不高 因为毕竟佣兵有三护臂 这是个 这时候如果是个白板佣兵 我觉得可能还能写下这样的剧本 佣兵跳过来 直接卡半救一波 卡半救一波 这边搏命的时间差不多也够了 看一下佣兵这时候最好翻个箱子 然后把自己的护臂留给这个空军啊 机子差不多了 机子差不多了 这边画家的话 哎 又没有 换道具了换道具了 来 传送 传送过去 想来秒画家 那这样的话 画家管自己画画 然后这边把空军摸起来以后 两个人最好重新修一台 或者画家这边能不能顶一幅画 然后拉走 这边这刀 画画画画画画画 哎 没补出来 没补出来的话 画家是不慌的 画家是不慌的 这边的话 这根针 留给空军了 这边挂地亚式 挂地亚式的话 其实不用重新修也行 不用重新修也行 但这波节奏打完 其实余生也没有赚到太多东西 他当时的一个想法 是我传送过去 能把这个画家秒了秒 在大家遗产机旁边的 但即便如此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穷者这边重新修一台 也能修的来得及 这边再来做一波防守 当然这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把佣兵的户币 全部消耗完了 把佣兵的户币消耗完了 坏处呢 就是这个画家本来是没有画的 但现在的话就有画了 炸能拦住吗 能拦住吗 这边机子已经补好了 一个护币跳过来 再封 封走位 这里 佣兵 最后一个护币 这样取消插刀 有取消插刀 但是这边捞还是能捞下来 捞下来 两个人 楼梯上面是不能放画的 他只能放在下面 放在下面 这幅画 佣兵先护币走 然后这边密码机点亮 你进来 我这边就是一幅画 佣兵有点尴尬 这密码机可以直接点亮 这边炸弹慢慢扑 画家再画一幅画 等 这边要拖吗 这边要拖的话 密码机直接点亮会更好一点 炸一下 佣兵这边 看到了 画家往前冲 第二幅画已经画好了 出去的话 但这画家是一刀没 佣兵里面有传送 这个画好像摆不出来 能摆出来吗 摆出来了 摆出来的话 应该是平局有了 这里追到这个画家 好像也不是特别来得及了 看一下一刀 佣兵有点急 有点急 地窖的话在中间 但是没有画了 遥控了一波 因为这边没有挽留 主要没有挽留 佣兵有挽留 传过去 可能还有一线身 还有一线多抓的可能性 平局 其实差不多打一个开局 感觉就能感觉得出来 因为求者的运营还是非常到位的 这边的话 余生那波传送 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是蛮好的 因为他在开门战的时候 还有一波传送的机会 只不过就是 佣兵这波救人 这波救人没有吃到过多的伤害 如果说佣兵吃到过多的伤害 冲不出地压室 或者又没把护皮交完了 没机会冲这个地压室 余生可能有机会散抓 我们稍微休息 看双方的下半场